今天的話我們是第9次上課 理論上的話我們其中之後的話 會上的題目又會更困難一些些 所以可能各位要點心理準備 另外的話把各位的其中報告全部看完之後 發現大部分同學其實都相當認真 而且有些同學其實程度本來不是太好 但是藉由因為這是上課的關係 然後也花了蠻多力氣的 尤其有些同學說他花很多力氣在找到底要做什麼樣的題目 光要做什麼樣的題目其實他就花了很大的力氣 甚至他慢慢可以理解電腦工程師為什麼會爆肝的原因 他上面有寫他花了蠻多力氣的 他只是為了要找一個題目 那之後的話他當然很多地方不會 他說他也看了很多的影片 他說看影片好像還蠻不錯的 因為有些地方有些細節 可能你平常沒有特別注意的話 那就一晃眼就過去了 所以但主要這個其中報告是希望各位去思考 就是說到底你學這些東西到底要怎麼去應用的問題 那可能成績會比較好的 我發現有些同學蠻有創 就是說做的題目跟我們之前的那個住宅切到案件不完全一樣 可能有些同學甚至做哪些 我發現給分數最高的有個同學是那個 因為他說他要租房子 他為了要租房子 他把所有的網路上開放資料裡面 那個租房子相關訊息把它抓取下來 然後做了一些統計 他發現說哪一區 他有分區哪一區的那個這個租屋的行情最貴 好像我印象中他好像信義區最貴 其實應該是大安區 最便宜好像是什麼溫山區吧 所以如果你要租房子你可能要租遠一點吧 你也不要租這附近 這附近應該是非常貴 我印象中 我們那年代我那租房子一個月 我記得我那時候一個月五千五 我現在應該五千五租不到什麼房子 亞房的話 現在的話可能一定要一萬塊以上了吧 我在想 另外的話還有同學是做什麼 同事理財的 或者做最多的我發現 就是做跟我們一樣的題目 就是住宅 我是住宅 那同學是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自行車 還有機車 最多了 那甚至有一個同學 是做自行車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宣布那個 我們的其中報告 隔一天他說他腳踏車被偷了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想要知道說 哪個地方 那個 就是 腳踏車最容易被偷 然後哪一條路上最容易被偷 當然 第一名我不意外 第一名的話當然就台大附近 就是螺絲服務上面 沒有意外 哪一區呢 哪一區應該也不意外 只是說 有些地方好像 他主要是想知道說 停哪個地方最不容易被偷 還有另外就是說 有同學是騎摩托車的 所以他想知道說 哪一區 停摩托車被失竊 另外當然 最好是說 如果你有個結論 有沒有 因為你有個假設 假設你想知道 透過開放資料 或網路上的資料 那你可能會有個假設 OK 可能哪個地方是最高的 結果是不是如你預期的 如果不是的話 那為什麼 有些同學就會把最後的結論 再推敲一下 然後寫一些心得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但有些同學蠻可惜的 做完之後就沒有了 OK 那我覺得說 你做完之後好像少了什麼東西 所以如果說你有 有頭 有尾 然後中間的話呢 分析的過程 甚至有樞紐分析表 我講過了 有圖的話 大概相對會加分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給你基本分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會有一個標準 OK 所以看完之後的話 我發現大部分同學 其實都還蠻認真的 在學習這部分 大部分同學也都知道說 其實我是希望說 你們去思考 為什麼要學習程式設計 其實主要原因並不是說 你只是把程式學好這一件事 其實是你要拿這個工具 來做什麼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原版 你可能不知道的答案 那個知識 不是只是課本上的知識 而是說你要去驗證 到底哪個結果 是對的還是錯的 甚至有同學我記得 他就比較一下 到底 台北市跟新北市的 治安哪個地方 比較好 然後呢 這幾年到底是向上還是向下 有沒有 他可以畫個趨勢圖 OK 他就得到結論就是 台北市治安好像比較好 他還繼續說 新北市到底哪裡治安最差 應該印象中哪裡治安最差 新北哪一區 對你看三重 果不其然 真的他就做出這三重 OK 三重他有住哪一條路上 治安最差 他剛好那個同學 他剛好就住在那一條路上 所以他就常常說 他經常聽到那個警車鳴笛的聲音 他就覺得他家治安不太好 OK 諸如此類的 還有就是說 什麼樣的什麼時間點的治安最差 還有什麼時間點 比如說你的腳踏車最後被偷 OK 我看了他那個最後統計 是大概下午四點到六點那個時候 腳踏車最容易被偷 為什麼 小偷最喜歡那個時間下手 其實應該不是 我在想說是不是有的人順水 就因為他回家 四點到六點剛好下課時間 剛剛那一台車 他沒鎖 就想說 我剛好缺掉 會不會是這個原因 我不知道 就順手牽揚一下 這大概 只是一個推論 只是說 你一個推論之後 你可能就自己下去找答案吧 OK 我覺得其實 在這個過程當中 還蠻有趣的 因為這個答案的話 就是你自己去找到的 而且這個知識的話 是很紮實的 而不是說 你今天是聽別人講 好像誰說了什麼 到底是對還是錯 但我覺得有些時候 有些人說的話 到底經不經得起考驗 這很蠻重要的 像好像我記得今天有個蠻大的新聞 但我覺得那個不是很大的新聞 就是那個高嘉瑜前一陣子 不是一直替年輕人說 他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然後他說他自己也開始 自己也還在租房子 結果沒幾天呢 就被爆料出說 他自己有兩間房子 然後怎麼怎麼樣 他就要開始要解釋了 為什麼為什麼 所以有的時候 當然 我覺得最紮實的還是 你說話之前還想想看 這個背後 到底他這個公正性 到底搞不OK 那今天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 那 所以藉由那個 這個其中報告之後 我發現大家其實都 還蠻能夠接受 我們這樣的一個上課模式 是 所以以後最後都交Moodle嗎 以後的話呢 都交Moodle好了 OK 那其實你會想說 為什麼要交到Moodle上 主要原因 並不是說我多試 主要原因是因為 真的有發現什麼原因 發現就是說 有人 拿別人的作業 拿 再把它直接上傳 啊 上次 以後的話 我們繳交做業 一律用Moodle的方式 OK 那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主要是講到 有關樂透仔開講的 這個題目 那裡面的話 去抓了101跟102年的資料 然後做了一個統計 那如果說我想延伸出去 比如說請各位 今天這個資料從哪邊來 OK 那其實基本上 我們現在做大數據分析 大概流程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 從外部抓資料 那外部從哪邊呢 當然你開放資料是一個來源 或者從什麼 從網頁也是一個來源 所以假如說我今天呢 我要抓取網路資料 那一般我們叫做爬蟲 現在很夯的一個東西 有沒有 也就是說以後 你可能至少 我覺得你畢業之前 可能要了解什麼叫爬蟲 OK 然後你可以大量去爬取網路上的資料 因為這是大數據資料來源嘛 而且喔 有些資料每天都在變動 你不可能用眼鏡去盯著看吧 所以喔 通常是什麼 你會透過爬蟲的方式 去抓取網路上的資料 然後呢 利用程式去幫你做判斷 當它如果有產生異狀的時候呢 你再去做後續的一些處置 而另外第二點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寫出爬蟲的話 等於是說你可以24小時監控 因為程式你只要電腦不用關的話 你隨時都可以一段時間 或者是說什麼時間 去確可一下某個網頁 那個某部分資料是不是有異常 而且可以喔 不像人工一樣 人工要隨時24小時一定要下班嘛 但如果電腦的話沒有下班的問題 另外的話呢 電腦也不是只能監控一兩個網頁喔 你可以監控全世界的某一類型的 全世界外匯好了 全世界股市好了 有沒有 那如果你把程式寫出來 這些事情其實就可以很簡單 而且可以做很多事情 甚至你可以從中獲得一些利差啦 像如果要做投資理財的話 其實這當中就是有一個價差 那你可以從這價差當中 可以獲取一點利益啦 如果你這個利益把它放大的話呢 基本上其實就蠻大的喔 這個地方你可以了解 像華爾街為什麼那些分析師的薪資這麼高 哇 高到真的嚇死人 他們絕對不用人工的 絕對都是用城市來解決 所以喔 現在其實有個趨勢啦 假設啦 你要有好一點 薪資高一點的工作 可能多半都還跟城市有一點關係 不管是各行各業 像現在金融業的話 現在在推Fintech啊 就是數位金融 我前面跟各位講過喔 所以這些如果你會的話 我想喔 將來的話應該是還蠻吃香的 那只是說我們要怎麼做喔 首先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喔 請各位找到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有一個範例 叫大樂透歷史資料下載 那瓜糊有個GET啦 GET 另外還有一個是 其交所的外匯資料 叫POST 那之間有什麼樣的差別喔 各位請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點擊這個連結 大樂透歷史資料 那這個就是喔 我們樂透採延伸之後 它改成叫大樂透 那其實規則並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只是說呢 把樂透採的規則 本來1到42號變成1到49號 等於是多了8個號碼 多個7個號碼 OK齁 其他的話一樣6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那每個禮拜好像開兩次吧 OK有沒有 從2012年的11 就上禮拜五 有沒有 禮拜二 上禮拜二 然後呢一期一期開 那你會發現呢 這邊就有一個歷史資料 總共的話第一頁 第一頁就是現在這一頁啦 第一頁就是這一頁 然後一直到哪一頁呢 到61頁 61頁 61頁在這裡 那一直到哪一天呢 到2004年的1月5號這些資料 那以前的做法 假如說我今天需要 我有個需求 我希望呢 能夠把這些1到61頁的資料 快速的幫我把它放到eSale裡面的話 該怎麼做 那以前當然啦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有什麼方法的話 你可能變成說你需要什麼 選取有沒有 一頁 然後複製 再貼過去 有沒有 然後再下一頁複製貼 那你變成每天都 假設啦 你有些資料 每天都會更新 那每天你又要再來一次 那豈不是 那這效率實在是太低落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想到 如果今天會有一點爬蟲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所以今天的話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要怎麼樣 可以做完這件事情 並且透過VBA來完成 OK 那首先你可能要先觀察幾個地方 第一個 請你點擊這上面之後的話 點擊哪一個呢 點擊第一頁 那你會發現第一頁 跟點你第二頁有什麼差別 你可以觀察一下上面網址 有沒有發現 如果你在點第三頁的話 有沒有 它會差在哪裡呢 有沒有發現 上面這個網址有沒有改變 哪個地方改變 有沒有發現 就這個 關鍵的 欸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呢 能夠 有個 取得網頁裡面的資料 然後並且 這邊丟一個變數給它 那 也就是這個地方 數字如果是1到61的話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 怎麼樣 先抓第一頁 抓完之後再抓第二頁 特別是它上面有固定的結構 也就是說呢 上面前面是它的網址 斜線後面 這個問號前面 這個就是它的程式 有沒有 它的程式是用ASP寫的 OK 技術的話是ASP 一個是放在一個Server上面 一個主機上面 那後面你會發現 這個是index page 等於是它的參數 然後orderby也是它的參數 後面的話 帶給它什麼 中間加一個end 這個就是它的固定規則 也就是它把什麼 把相關參數 在網頁上面可以讓你看到 OK 這個是 那這種技術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叫get 那你想說get 另外還有什麼呢 那另外呢 那大家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可以參考一下 我放在上面有另外一個 其交所的外幣匯率歷史 也是個歷史資料 那這個資料是從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的 什麼 外幣資料去找到的 那因為裡面有人講說 如果你要歷史資料的話 你可以到其交所的外幣匯率歷史裡面去找 但是這個網頁 你會發現它可以讓你查詢 有沒有 比如說查這一天到這一天 你按下送出的話 它會從 比如說我換一個日期 換成9月好了 9月1號到11月23 如果你按下送出的話 它會自動幫你把資料又查回來 有沒有 9月1號到11月23號 這個Range的資料 它會自動幫你跑出來 可是各位可以觀察一下 上面按下送出之後 理論上應該上面會有一個變動 有沒有 剛剛不是有個程式 後面一個問號對不對 然後一個第一個參數 可能就是這個參數 第二個參數 可能就是這個參數 後面中間加一個end 有沒有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資料丟過去 等於這個資料丟過去 但問題你會發現喔 奇怪 它上面怎麼跟剛剛的規則不一樣 先跟各位講喔 這個方法就要POST POST啦 那也就是說呢 以後如果說你遇到不同的網頁 不同的網站的技術的話 你可以有不同的對應方式 那我們當然主要是希望各位了解 這個網路上面的一個資料 那我們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來看 如何 第一個問題 如何把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全部下載下來 總共有61頁 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喔 那延伸喔 我們主要是希望喔 第一個我要抓取資料 OK 網路爬蟲吧 第二個的話呢 我要知道說 在所有的歷史資料裡面 1到49號呢 到底哪一個號碼喔 開出來的 這個機率是最高的 OK 1到49號到底哪一個號碼最高 當然我們不是用亂猜的 我們是真的有憑有據的喔 而且喔 除了大樂透之外喔 像前一陣子喔 那個威力財喔 上看獎金喔 上看多少 13億還是多少 有沒有 其實如果你對其他財喔 有興趣的話 其實做法都一樣 你可以把網路上的資料呢 快速的把它擷取下來 但是 該怎麼做 比較簡單 我想待會的話 我們再逐步跟各位說明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想原則上 就是把那個大樂透喔 這個網站資料把它抓取下來喔 那請各位先大概了解一下 這個抓取的方式啊 結構等等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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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